这是我见过最猛的项羽,孙策都不敢跟他站撸,这鲁班伤害离谱啊。 因为我想的是能跟他拼一波,这边直接出来互相抢二,常规操作,对,抢到二连人带兵一块,推,他这个时候没到二级,趁他没到二级,先打他一波,他这边想跑啊,那咱这边追不上,他好像是出的鞋子吧,因为应该,不是出的鞋子, 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呢?好,这边把那个河蟹勾引他啊,打河蟹,他没出来,那咱就拿掉,这边直接啊,骚扰他,他只要敢过去,对不对?把这后排两个小兵一收到达三级,怎么说,三级打两级啊,打一套,打一套啊,孙策前期很强的啊,因为他二技能能有三次攻击,加上普通 可以打你六次啊,一秒钟好,这一边我蝉血一推,二技能A一刀啊,配合猴子,给他将将拿下啊,可想而知啊,项驴打身侧的话,还是颠量颠量,身侧强就强在啊,他的二技能,明白吗?再加上他有一个回血的被动,续航能力也有,他的二技能啊,技能接普通技能打你六下,就是前期,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跟他换血,换不过,看到没有?但是我这边找机会杀他了要啊,推到之后一个大招二技能死,这叫什么?这就叫盲杀啊,看不见他,但是我已经算好他的血量,绝对逃不出我这一套伤害啊,小乔过来,拉开一技能,自然,你稍微来晚一步啊,这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河蟹被他拿了,这这这这这,河蟹关键时间给我卡住 把草丛啊,让我丢失了视野,行啊,行,小乔,你给我等着,这边兵线带一下,然后,咱就回家把血量补满啊,这个血包,然后再次进草丛啊,蹲着就行,看孙侧怎么说,他应该也到四级了,他可能去钻上路,他如果去上路,咱就全上去啊,但是这边猴子那边,肯定完了, 自然猴子,我这边没他自然的快啊,但是还好吧,把打野换掉,那这一边啊,也不算太亏,一换一吧,只可惜啊,这个人头被他身侧拉到了,好,顺手收完兵线,上路那边打不起来啊,那咱这一边,去中路这边看一看,算了,丢失了,视野丢失了,他很猥琐啊,他很猥琐,他也, 他上去了,他上去了,声色上去了,这一边 咱先把这河下拿掉啊,先不管他,先不管他 推啊,继续推 对,他死掉,他死掉上路,那这一边啊,一塔拉掉 看他不能拉掉啊 兄弟们,现在先不管,不要管啊,现在你 自然的话,对不对 先不要管,先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啊 毕竟深测他的自然能力比我快啊 这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事情啊 但是你如果说传送上去,人家可能就跑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还不如啊,一波兵线不丢,稳定发育 到后面给他打一个措手不及 明白,深测过来,把兵线收掉,传上去,自然一波 看到没有,围过来 因为这个传送啊,他会有一个特效,会有声音 对方也能听得见 所以一听见这种特效啊,那基本上 人家就散了,明白吧 你不是说你传送上去就能自然的到啊 那你得看队友,能不能跟他们打起了啊 哎,深测 偷我的小鸟儿啊 好,这边,中路这边感觉没有任何机会啊,还是下路吧 前期啊,千万千万注意,不要丢兵线啊 兵线的那个经济不比人头差啊 你跟我消耗你也招不得好啊,又去了,看到没有 他这个小圈一开我,肯定是自然不过去啊,这一波 他一撞,还没没没,还好没有撞到人啊 咱这边摸过去,看有没有机会 哎,云鹰,这个位置,怎么说 推一手云鹰,A1-2技能,反向一个大招秒掉云鹰 这边猴子过,那个谁,那谁啊,那是 啊,深测,也把深测杀掉 哎,鲁班这个位置 A1-2技能 怎么说,减速挂上 然后,哎,这一边非常赖死,林郑这一波少 非常漂亮,兄弟们 这一波自然的啊,打他们一个四杀啊 插一丢丢团面 对吧,有的时候你资源吧 不要瞎自然啊,一定得 对面要么就是很靠前啊 就是在你们家打你们的人啊 你就去抓,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成功 对吧 像有的时候你的队友顶到人家家门口打 那你就尽量不要去资源了 这样的话,人家一退 你资源你也过去也无济于事 明白我的意思吧 诶,云鹰跟这打蓝buff 看一眼,吓死他 然后再来中路,来中路 这边我下路塔推掉了 我得来中路 来接团战了 有的小伙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打团战 就是把你的对线的那一路啊 一塔拉掉,你基本上就可以打团了 一堆 诶,我真想把他往回推 他反应很快啊 这连泼哈霸体,你不好控制他 诶,这明示你怎么跟我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跟我这这这这这 搞得我压力挺大呀 这边还有一波兵线啊 收掉 收掉兵线 不要急啊不要急 收掉兵线 再去参团 等等我兄弟们 你看对方压得很前 对吧 咱这边直接来一波 怎么说 对方看见没 我来一次啊 又是你云鹰 推过去 A一刀 又一个大招 秒掉云鹰 这边鲁巴杀我 鲁巴点我 牵他 牵他 好,鲁巴这位置 推到之后 一个二技能再次收掉鲁巴 这还有谁 兄弟们请问 项女一来啊 船不散开 永远的神 没有任何毛病 我一个预判一闪 怎么说 哎 身侧 哎呀呀呀呀 就我 一技能拉开 非常漂亮 小辅助 对不对 随便切 随便秒啊 七分钟 六缸零 这一把就我一个人 好像比较顺 其他队友感觉勉勉强强 好,直接撞他 你想撞谁 你想撞谁呀 嗯 你撞我 对不对 我反杀你 你信不信 这一边游走一下 他们人消失了 咱这边想去下路 但是中路可能要打起来啊 咱在那蹲着 不要急 这个时候不要急 他们肯 很可能抱团了 明示眼明示眼 兄弟 老弟 不要冲动 我这边下路兵线操作一波啊 因为你中路老是打不起来 咱就赶紧去把兵线操作一下 明白吗 看得我一看见我的位置啊 他们立马就过来搞我们队友啊 我马上到 兄弟们 我马上到猴哥 猴哥又被秒了 这一边 怎么说 不要急 哎哎 鲁班 他这 他这都知道啊 一推推两个二技能往后拉一下 规避一下伤害啊 鲁班 他这都有视野吗 兄弟 意识非常好啊 意识非常好 巅峰赛 这一边传手果然名不虚传啊 这一边又打不起来了啊 就是咱这边没有空子留不住人 留不住人 就非常难受 下路这边哎 蹲一下啊 看这波兵线是不是会有人来亲 哎果然声侧在后边来了 但是一看我们的这么多人呢 他应该是不敢上来 好 把兵线收掉 一次没死啊 打到现在十分钟了 兄弟们 子秋一死 子秋一死啊 谁能刺我一死 请问 这边云音在脱龙 哎 你跟那扭啥呀 你以为我不打 你是咋的呀 啊 这边咱的目标是小桥啊 小桥推到哎 没挑起来 没关系二技能一到减速了 这边我还有闪现他呢 必死啊 吹到之后没关系 一个一闪 挑到二 一个二技能普通攻击带走啊 大招不屑给他用啊 大招用给需要的人 对不对 这一波直接打他们一个 又打他们一个那个 四个人啊 杀掉四个人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这个明示影看到没有 射手都不跟 打野都不跟 就跟我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很强啊 在他心目中得到了他的认可 小鲁班 我这个时候有大招啊 我推啊 没推到 算了啊 一个假动作 他不上当 什么 有些小鲁班问的啊 什么叫假动作 假动作就是你假装在那打兵线 假装我回头走一步啊 实则啊 一个反向一技能 对不对 这就叫假动作啊 别人以为你走了 或者别人以为你不杀他 对不对 这边伸侧啊 带着小小玉找猴子了 猴子 猴子 我亲爱的猴哥又阵亡了啊 那这一边啊 咱就得掂量掂量了 咱现在少人啊 不要逼得那么前 往后拉一下 往后拉一下 小乔这位置好 推到之后 一个二技能 一刀 一个大招 他交上去啊 那交给明侍影就行了 这边啊 咱没有作战能力了 没有大招了 但是啊 有残血 一技能推到之后 一个二技能 空中都给他推着啊 我挑到之后 对不对 开船跑 鲁巴 鲁巴 兄弟们 我这边没有血了 一技能往后拉 啊 我没有大招 没有状态呀 没有技能 我刚有技能 那鲁巴 我直接秒 可以啊 这一步啊 输出打满 扛上扛 扛伤害扛满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回程 好 这边跟那蹲一下 哎 看到他开船了 他开到哪去 下路没有人啊 他去带线 那咱这一边 嗯 去守一下吧 毕竟中路也打不起来感觉 对吧 你看到没有 这就叫实力 十二分钟了 下路一塔 咱依然坚挺啊 就是因任何机会 不给 对吧 再带他一波线 再带一波啊 鲁巴他们可能要过来 人消失了 看在地图上 看他们要小小过来 一技能往回拉啊 把这个兵线回推 然后这边看我不在 他们中路要开 中路开了 赶紧自然过去 好 这边射手 被射手秒 我这边一个一伞 直接带走鲁巴 我这天上 哎呀 我去了 这天上下都下不来呀 这 这这这这 还行吧 还行 一换 一换二 一换二啊 刚刚那鲁巴 说实话 心里想着 他应该是必死了 可惜他运气比较好啊 哎 这一边怎么说 我没有状态了 兄弟们 我没有状态 把这兵线一收 我就准备 准备撤退了啊 打我如同刮煞啊 在这边直接回家 出来这边又打起来了 又打起来了 兄弟们等等我 等等我 猴子再坚挺一下 我这边一技能一推 救到猴子之后 一下 看怎么说 顺侧他跳走了 我这边那再杀 杀这个年婆吧 好 这一波对方啊 死掉三个 咱这边死掉两个 怎么说 我过来 我过来怎么说 云莹 我推啊 推着一个硬镜 减速二技能 等二技能啊 他这边跑了 跑了 真能跑啊 这些人呢 那这边把 把这个下落 兵线收掉吧 跑的比兔子还快啊 十四分多钟了 八傻临死啊 超神了 直接就 然后谁能刺我一死 哎 他居然没走 他跟那打龙 你真的是胆大包天兄弟啊 啊 一个大招 他又跳上去 这个龙 那咱这边把他拿掉啊 先不管他了 好 你小瞧过来 穷爆仓雄开起来 减伤开起来 一技能推到 二技能减速挂斩速 直接追着 哎 漂亮 打得死我吗 兄弟们 又凑又硬啊 伤害还高 这就是我的项羽 没状态 直接回家 不要犹豫 这边啊 加血之后出来 对方三个人啊 还没有复活 咱这边一个射手没有复活 可以直接搞一步啊 直接猜 直接猜 看到没有 明示影不给银子 你都给我 这待遇 非常之耐死啊 非常之耐死 哎呀 这边鲁边没多少血 我一个一技能 直接强杀鲁边 有没有任何毛病 没有毛病吧 我这边闪现 再拉开 一技能再推出来 我还能跑 我还能跑吗 我还能跑吗 跑不掉了 终于死了 我这个老不死的 终于死一次 但是我的死亡啊 救了法师跟辅助 也是值得地 这边换一个抵抗之靴 我这边刚复活 那边就在打 但是对方好像没打过我们 直接二换三 二换三 二换三 还行吧 这一把打的是真的激烈 人都不复活 就开始搞 这家伙 猴哥还在 对方两个C位还在 看看能不能一波 带着兵线 我想直接冲 直接冲 差一丢丢是距离 哎呀 我去了 这鲁边的伤害 猴哥是我 我不死 他不上是怎么利 刚刚 我明明往前冲 扛伤害 他应该第一时间 就跟着我一块冲啊 那对不起 是我误解了 原谅啊 我对鲁边啊 伤害的无资 孙娃不在 他们要反推我们一波啊 我这边马上复活啊 猴子也马上复活了 那他们肯定是 不敢继续再推了 这一局来到了 接近20分钟了啊 也是打的是 比较胶着的一把 兄弟们 把这兵线收掉 中路这一边 辅助在啊 辅助在那 肯定身边有很多人啊 这不用怀疑 我这边要找鲁班 找他们后排啊 看着我的位置 兄弟们 这一波 我直接想一个一伞 强开了 这边直接一个一伞 顶到鲁班啊 他又跑了 又跑了 我去了 我这边一技能拉开 我也复活甲 没关系 我这边牵制 他们输出c位 对不对 他这一边啊 直接省事两个人 我这边再推 我冲破伤雄一开 我今天啊 算了 虽然我刚刚这一步 一个人没杀 但是我牵制鲁班 把鲁班打成 然后小乔和有那个 年坡吧 追着我 对不对 这一边我们队友啊 就很安喘 所以导致这一步啊 直接我扛上 看到没有 扛到71%的伤害 直接啊 他们就基本上没有伤害了 所以就打成这个样子啊 一个大招 我就 我就 玩犊子 明刀就不死 哎呀 我去了 我还以为我能跑 好这一步又打不进去了 又打不进去了 越打到后边 越比较焦灼啊 兄弟们 我这边刚复活 那边又打起来 又打起来 一换一猴子换那个 身侧啊 这边要为风暴龙王啊 抢风暴龙王了 怎么说 我闪现还有20秒 我这边切不到对方后排啊 兄弟们 我这边一个一技能 撞到之后 琼波长熊一开 只管打我一个大招 秒掉对方 射手 然后一技能往回拉 躲一下啊 小乔的大招 兄弟们 肉不肉啊 就完了 这个琼破长熊是非常好用 直接牵死啊 背负助 这边直接迎来一个团面 上到这边有兵线啊 有兵线 中路兵线也马上到 孙侧还有三秒钟复活啊 看能不能一波啊 兄弟们 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因为毕竟一个孙侧啊 威胁不大 我直接牵着就完了啊 直接一波 直接一波 我把你顶一下 以一个大招开船跑了 这家伙啊 基地都不要了 还要跑 你能跑到哪儿去啊 好 这一把也是顺利拿下 巅峰积分1394加21 超神852次 12.0的评分 控制效果达了68.6% 兄弟们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关注哟 在下期里面 请记得太多做了 来点儿 评分133 5